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长时间不见 很长时间没有见面 如果有个朋友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见面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好久不见 第二个 哎 好巧 巧的意思是两个人没有约一起做一件事情 但是他们都做了 那就是很巧 比如说在超市 你去超市买菜 在超市里你遇见了你的朋友 哎 两个人没有约一起去超市 但是两个人都去了超市 这个时候你可以说 呀 好巧 你也来超市 你也来买菜 然后第三个是 李友 你也在 你可以换成你朋友的名字 某某某 你也在 也是没有约一起做事情 但是两个人都做了 比如说在瑜伽课上看到了一个朋友 你可以说 哎 你也在 好巧 你也在 我也在 我们都在 第四个呢 你可以问问最近怎么样 最近怎么样 看到一个朋友 那你可以问问他过去做了什么 最近怎么样 就是问问朋友过去做了什么 最近没有见面这一段时间 怎么样做了什么 关心一下对方 关于最近怎么样这个问题 我在另外一个视频里 讲了其他的问法 和很多不同的回答的方式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 第五个 你今天有什么安排 你今天有什么安排 也是关心对方 看看对方今天做什么 你也可以把时间换成 今天早上 今天下午 晚上 一会儿等等 还有你也可以问问他 将来要做什么 比如这个周末要做什么 这个周末有什么安排 或者如果有一个节日 马上就到了 你可以问问 这个感恩节你有什么安排吗 这个圣诞节有什么安排 这个新年怎么安排 这个问题有一点要小心 容易让对方觉得你要约他 尤其是单身男女的话 很容易让别人以为 你想要找他约会 你问我要做什么 是不是你想要知道我有没有空 想要约我出去玩 那如果你不是想要约他 那你只要简单的随意的问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很重视的问他 这个感恩节你有什么安排吗 会让对方误会的 但如果你的确想约他 你可以很重视的问他 这个感恩节你有安排吗 这个感恩节你有安排吗 你也可以告诉他 我想要约你出去 或者我想要约你去我家吃饭等等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跟不认识的人就是陌生人 你想要找他聊天 你可以怎么开始 嘿你好我是正飘 嘿你好我是正飘 很简单很自信的自我介绍一下 走过去嘿你好我叫正飘 那对方听到你自我介绍 一般人肯定都会回复说 你好我叫什么什么 第二个和第一个很像 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正飘 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正飘 也是自我介绍 但是比第一个更重视一些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正飘 第三个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请问您现在方便吗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请问您现在方便吗 打扰一下 如果别人正在做什么事 你去找他 你或许就打扰他了 所以问一下 打扰一下 请问您现在方便吗 如果对方说暂时不方便 那你过一会儿去找他 或者就跟他约一个时间聊天 最后两个表达 认识的人或者不认识的人 都可以说就是一个开始对话的方式 第一个是第一次来这儿吗 第一次来吗 第二个 你常来这儿吗 你常来这儿吗 或者你也可以说 这儿你常来吗 这儿你常来吗 兵语前置 欢迎大家在下面跟我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哪一个 你觉得哪一个最有用 好 那现在我们开始第二部分 怎么礼貌的结束对话 那也许你聊得很开心 聊了很长时间 但是因为你接下来有安排 你可能要去开会 要去跟别人有约 或者你要去接孩子 或者你就是不想再继续聊了 那你怎么有礼貌的结束对话呢 我们来看 首先有几个词常常用的 回头 聊 见 回头是什么意思呢 回 回家的回 就是我的头 回头就是 我已经离开了 我的头已经转到别的地方 然后我再回头 回头见 意思就是 我跟你再见 下一次见 第二次见 第三次见 回头见 我们可以有 回头再见 回头再聊 回头见 回头聊 回见 回聊 还有 再见 再聊 有时间 再聊 这些我们都会说 另外还有 再约 约 约时间 约下一次见面 约下一次一起做什么事情 约 再约 还有 我得走了 我先走了 我先撤了 我先撤了 先撤了 撤其实原来是一个 部队里会用的词吧 我撤了 撤兵 撤退 那我们现在在 就是不正式的场合 跟朋友也会这样说 我先撤了 意思就是我先走了 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表达 用这些词 组合 我们有很多种组合方式 在这里我给大家八个表达 意思很类似 但是前面四个比后面四个更正式一些 第一个 和你聊天很开心 但我现在得走了 我们回头再聊 和你聊天很开心 但我现在得走了 我们回头再聊 第二个 聊得很开心 我一会儿有个会 我得先走了 回头见 聊得很开心 我一会儿有个会 我得先走了 回头见 你可以告诉对方 你有什么事情 你可以说 我一会儿有什么 我一会儿要做什么 一会儿有一个安排 所以我得先走了 我们回头聊 回头见 第三个 那你先忙 我们再聊 那你先忙 我们再聊 就是你看到对方可能在忙 意思是你不想要打扰对方 不想耽误他太多的时间 所以你说 那您先忙 你去忙你的事情 我们再聊 第四 我不打扰了 您忙 有时间再聊 我不打扰了 您忙 有时间再聊 这四个是比较重视的 下面还有四个 我还有事儿 先走了 我还有事儿 先走了 今天玩得很开心 谢谢 今天玩得很开心 谢谢 那我先走了 我们再约 那我先走了 我们再约 那我们先撤了 拜拜 那我们先撤了 拜拜 拜拜 第八个是最不正视的 我们先撤了 拜拜 那跟大家聊了很多表达方式 很多中文常用的表达 另外我想要告诉大家 你不是每个人都善于聊天的 没错 聊天也是需要练习的 我就一直在练习 我觉得我一直需要练习 所以如果你努力地学了这些表达 但是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好像聊得还是很不开心 很尴尬 或者别人根本就不想理你 不要觉得沮丧 也许他也需要学怎么聊天 我以前也很不会聊天 常常不知道怎么开始对话 怎么结束对话 有的时候说了话 又觉得自己说错了 哎 我不应该这样说 我应该那样说 有的时候觉得 还是一个人待着 最舒服 最容易 跟别人聊天太麻烦了 但是我心里 其实是想跟人聊天的 聊天交朋友 是一件让人很开心的事情 不是吗 我需要的是练习 不是逃避和自责 任何的语言 在正确的场合 用正确的表达 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说错了 不要怪自己 也不要放弃和逃避 我们都在练习的过程中 不是吗 重点是 我对这个人感兴趣 我想要了解他 我想要知道 他过得好不好 他最近在做什么 我的重点不是 我要用多么漂亮的语言 用多么正确的表达 所以说错了 也没关系 继续问 继续聊 对方感受到你的诚意 就算你说错话 也没有关系 而且相信我 放轻松 越轻松 你就越知道 自己要说什么 你就越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以前我每次录视频的时候都很紧张 因为我有一个讲稿 我前面有一个电脑 所以我一直担心自己会忘词 一直担心自己会忘词 我的脑子里全是那个讲稿 但现在我就在学习放松 我告诉自己 我要放松下来 这个讲稿 只是我的一个参考 真正应该去想的是 我的学生需要什么 视频前面的你需要听什么 想要学什么 我就说什么 而不是去背我的讲稿 我会越来越好 你也会越来越好 我们一起努力 好 今天就聊到这儿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回头见